我的天 这也太诱人了吧 先看视频 买回来了 视频同款蟹黄酱 简直离谱啊 竟然账了我79块9 也就是一斤将近400块钱 为什么这么贵的原因也写了 六只大闸蟹才能得到一罐 而且是活蟹现柴的 先看配料表 第一位是蟹粉 总的蟹粉 包含这些所有的东西加一起 56 第二位是蟹油 这样的都是调味料了 里面确实是没有看到蛋黄什么的 场地 江苏泰州 脂肪含量非常高 每100克有39克的脂肪 大家吃过最贵的酱多少钱一瓶 这个79块9的 应该是我吃过最贵的了 非常小一罐 装住做蟹十年 打开 味道还挺熟悉 和我以前吃的那个蟹黄拌面 味道一个样 掏出咱们的白米饭 看一下 确实是有大颗粒的 随便一挖 去了大棒瓶 也就这一小桌 起码是个三四十块钱 来一勺子 粉丝先吃 鲜肉的话比较细碎 里面这个蟹黄还不错 确实很鲜 之前小龙哥也点过那种 108块钱的蟹黄拌面 说实话 这个酱和茶比差点意思 没有那家店的颗粒这么大 稍微碎了一点 而且也没有这么香 棒瓶酱吃完了 放没吃完 这个蟹黄酱好吃是好吃 性价比也是真的低 当你觉得不值的时候 可能你不是他的目标人群吧 如果是你的话 你愿意花79块9买这个蟹黄酱吗 伤心棒 对我说 你自己做的事不合计的